否則你就變得跟那些峽谷轉移大師那個分段的人一樣 就只能接受自己 光鮮亮麗 眩彩奪目 就每當到他要自己要負重前行他就受不了了千萬不能當這種 你如果當這種的話 你 頂不住的 這區好像有點卡耶 這區的延遲有點高 你一定要知道怎麼抗壓招 沒Q到 有黑衣了 敵人和黑衣 都更深奮 蝦子應該來 我 哦硬 打不太多 一點機會都不給了 這裡我們先不用避 就先會過來 看他提不提的應該會提 你不出去他就不知道你在幹嘛 其實我在 我在等他交TP 你不出去你只要不露臉 他就不會判斷他可能以為你原地回城了他可能以為你原地回城了他就 他就會直接交TP 他不交TP這個線他自己不上來推就會被控制 直接掛點了 這打一關挺好的 這樣就不死 今天這個東西 吃了就吃了 一般石頭人這東西是真的反 他只要穩住就行 穩住對很多人來 很多上 不是很多人啊 對很多上單 很簡單 分段高 你穩住 是很難 但是你穩住再去壓對面就很難 你又要同時穩住 又要穩中帶兇 又要壓對面 眼吹到下就可以刷這個眼 沒關係 你上單想肥一定要吃野怪 不吃野怪很難起來 有限 因為他去下他在往上 他對野怪 他終於刷掉了的時候 給這邊疊著武者 換RW 拉回來黑了 黑了Q 斜Q 沒中刷 他不會走 他不會走 他就屬於半箭,他出來給我技術 他不走他就是,他肯定會走,如果他是個高手他就走 他是個麻瓜就站塔下,真的是個麻瓜 原來你在等瞎子 原來你在等瞎子 沒事這個線已經賺很多,已經賺麻了 感謝蝦老闆的幫忙推線,多A點兵 這線要出來 他有多一個金戰兵 下路可以超前 杜城沒了,你看這個觀眾 肯定分段就很低,一看你說這個話就知道分段特別低 我不是嘲諷你 我說你分段低是因為你只在意這個杜城 但是你卻看不到他虧了這麼多小兵 你知道金燕這個東西多難找嗎 經驗是有限的,但杜城也就160 160你可以從很多地方彌補回來 一看你這個分數就不高 這位這位觀眾 你不要太在意杜城 這不是為了殺他塔殺我已經說了,為什麼我說 他如果是個麻瓜他就站塔下等 因為你不走 你是肯定會死 但是 死不死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前面那一波 他在這裡你們還記得吧,他這裡被我打了一套 他這個 打了一套導致他血量 已經沒有了 他這個是已經確定了,你已經確定他這波線他是不可能再吃了 他應該及時的回家 這已成定局了 無論怎麼打他這波都已經 已經虧成馬了你知道吧 怎麼打都虧了已經 他唯一能要做的就是 趕緊走 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且他無論不做他還在塔下等我 他就跟虧 其實肚成這個東西對我來說無所謂 因為其實 你只要壓了你的對手 你把他的經濟給壓下去了 那麼 怎麼講 我們吃肚成 是為了什麼?我們吃肚成是為了滾經濟 那現在他已經吃不到兵線了 那你理論上你的兵線資源這些東西你是吃得很飽 那你本身你就壓了他很多,那你壓了他很多,那這個肚成你還會在意嗎? 是確實,你能多一個肚成吃那更肥 那你吃不到其實也無所謂,因為你已經壓制他了 他在有限的資源裡面他吃不到,知道吧,就無所謂的 但是你肚成的經濟是可以從其他預防彌補 因為經驗值這個東西對上單來說太重要了 你看他這裡只有6級,我馬上9級 不過這把下路有點 下路有點 難定 先殼血在,這樣打得更快 石頭人他要混 沒大了就沒事了,沒大就沒有威脅 不交閃 殺了沒有 你看他這裡又要跟剛才重複一樣的情況 他不走就說明沙子在 先破了一層,他移速降下來他 他就死了 走個位 往上走 去上折摸著 哎呦可惜 沒辦法操作不了 哎呀多了個澤拉斯,不然可以操作的 哎呀氣死我了 唉 氣死我了 這就沒辦法了 回來可以殺的 這瞎子他捏著不放,沒辦法打 這澤拉斯在這裡他摸這裡打不到 為什麼上單最需要經驗值 那你吃飯幹嘛要用筷子 為什麼吃飯要用湯汁,你直接用手吃不就好 或者你不用手也可以,你直接用嘴用臉都可以,你用頭吃都可以 直接把頭 扶下去吃你幹嘛要筷子 雖然這樣比喻有點不太差 算了還是少回這種單,回了沒什麼意 回了沒什麼意 你自己去想的 回了確實沒什麼意 主播說這些東西 是為了讓你們 去讀懂其中的一些 都不只是我 任何視頻的攻略也好 直播內容也好 就你去看這個東西就是讓你去明白 有些位置是怎麼玩的 你可能沒玩到這個段位或者說 經驗不足 知識這個東西是讓你去學的 然後實戰裡面 能夠稍微打得出來,按照這個思維 就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去打出來 不是說 什麼東西都要講給你聽 講給你聽又沒什麼意思 來晚了呀兄弟 來太晚了 這把這做冰島 我剛才如果是 那個 清雨的話就打了死他 不是清雨的話打不死 如果是清雨我是誰開大 不是清雨我開大也打不死 他應該最多放一個Q 可能Q都放不出來 應該放一個Q 跟著他 你先不要停下來,先跟著他 石頭人放Q的時候你不要交W跟Q 你確定能殺死他,能跟著他你就跟著他一段距離 等到他慢下來你再用技能 如果他沒慢下來之前你交技能 等他慢下來的時候你技能交了你也覺得不到 沒必要 要先等他先慢下來 為什麼不想 為什麼不想 我想贏啊,我操 我好想贏 為什麼不想 因為有些玩家 把另一些東西看得比名重要 什麼東西,那就是面子 他們覺得 逆封了就很煩 他們覺得逆封了就特別難生 沒有面子 別管老鼠 打了又打了 還不睡 老頭的任務 打個地獄再去 唉,我閃 没办法,他有那个 打中我都没使用 这把我们买 其实可以买个黑切这把,不用做15直接买黑切也可以 我在想要不要做黑切,我买15生命值很低也没魔抗 但买黑切就有生命值 而且我打对面前排会很痛 都不发弹幕啊真是的 他打完一波团就不发弹幕 现在4点 睡了 明天再发 下次再发 还是不都睡着了 我怎么觉得我像一台机器人坐在这里 玩自己的游戏 刚才那里Q闪EW接Q 现在黑切没钱,剩下比较 他要跌 本来就不是一个不需要跌的东西,他现在 搞得需要跌了就很烦 黑切需要跌 我超直接秒 最年轻人 没打的 有个屌鱼 这个虾子去哪 我才 差点百 差点这个没打的 哇操,焦灼烧死了 好痛啊 没办法就能死 哇操好亏啊有点 EA有闪 这个哲拉斯打人好痛啊 这个哲拉斯打人有点痛 买不买15呢 算了买黑切吧 可以哦 好传得下 隐磨刀,不用隐磨刀 他们就哲拉斯一个AP,你用走位躲就行 你走位好,不就等于出肉了吗 是不是,我操,人家还出肉 那出隐磨刀都是走位不好的人,他才出的,因为他躲不了技能,他笨 不要当笨蛋,要当有实力的人 走位好就等于出肉了,你走位好那既然打不到我,那不就等于出肉了吗 有没有道理 听懂掌声 那出隐磨刀的人都是笨蛋,那猪的,猪脑子才出隐磨刀 设计师就是告诉你啊,那笨就出隐磨刀,有护盾你懂吗 因为你走位笨,设计师告诉你的,不是我说你笨,是设计师说你笨 羽磨刀就是做出来侮辱玩家的 他觉得我们蠢,他觉得我们傻 所以需要羽磨刀,这个盾啊,挡伤害 能懂我,不是主播说你们笨,是设计师说你们笨 设计师太过分了 他肯定会R上来 我吵到R老鼠 我自己磨刀便宜捏 黑切还好 主要是生命值 我自己磨刀便宜捏 哇操,好关键的Q闪E啊 给队友直接救下来 他妈你还敢在这个地方 打光 打光 就算了 快快快,還有一個在這裏 飛雪主要他有那麼 A little bit,加速 加速的英文是什麼 S,S,S,S嗎 S,S,P,E,E,D,對,S,S,S什麼 S,P,E,E,D,對,加速的英文那是S,P,E,D,Speedy,A little bit,Speedy,一點點加速,A little bit,Speedy 知道吧,A little bit,Steedy S,P,E,D,A little bit,Speedy就是加速,A little bit,Steedy就是一點點加速 一點點加速,一點點,一點點就夠了 一點點能幫你追上對面的人,還能破甲,破甲加這個直接削30% 不是刀刀烈火 劍魔也能刀刀烈火 哎呦跟你們說話的媽的,在跳到沒用對地方 搞得自己很不舒服 他們誰沒閃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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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大龍王 暗翼斬 這蝦子應該死馬連了我操 主要是剛才扛不住傷害 不過你出黑切有個壞處就是 你沒15那麼猛就是你可能你 殺完人你沒15那麼猛 但是你稍微能扛一點 因為你生命值高 其實蝦子是英雄跟劍魔差不多的 你們別忘了他W有個全能吸血 只是看起來沒劍魔那麼直接 蝦子的吸血都是藏在那種 快了這貓木 玩大彈 我超太帥了這劍魔 一波一波 還行 打野玩挺好 打野吸 誰吸 又吸吧 我超主不太吸 太輕鬆了吧 拿下 又C吧又C吧 太C了 我超主不太吸血